大家好,11月25日星期三 有兩件事值得談談 第一就是本地,一宗本地一宗國際 本地就是傑斯今早聽到取得保釋 疲倦地回了家 我的判斷是什麼呢 雖然有燈神說他會跟快必的案件 沒有保釋,然後會坐十幾年 法筆都還沒審,怎麼還不坐十幾年 我這次又登中了 說他沒有保釋,他就補給他看 很明顯他沒有經過法庭 警察餓了他48小時後,無法問問 唯有權衡利害放回他 好像保釋金很重 但是半夜傳出消息,警察放了他 那就十萬,二十萬 沒所謂,我相信他幾個人都保釋了 但暫時呢,看看怎樣 我判斷是什麼呢,如果你問我 都不經法庭,因為法庭要拿一些證據 多少要找證據 而現在呢,如果我樂觀地說 薄克傑斯的事件 警察只有線索,有些跡象 你知道線索和證據分差很遠 有些跡象可以純騰摸瓜去找證據 那為之有些線索 證據呢,你多少要給那些證據 那可能是沒有的 譬如我搞了一個基金 那我官問你這個基金做什麼的 我支援什麼春春那些 可能是有律師 certify 一個基金 那你跟台杜有關 那你找些證據給官看,沒有的 那為何不能拉人呢 那很多時候拉人呢 就是利用拉人去拿線索 引一些線索出來 那包括問他,釣魚這些叫做 operations 這些是我做過執法者才知道的技巧 沒有料,那上一刻就是拉人的 拉人呢,有時候拉人會引出這些料 包括很多傻瓜呢,就說 跟傑斯什麼什麼文物 做過什麼job啊,之類啊 從事那些什麼活動啊 我不斷聽一下,我不想聽 也免得厚恨重複了 這些不等於有罪證的 完全沒有的 但是都是線索 比如他跟哪些組織啊,朋友過 你不知道那些組織裡面有沒有老共 不要說老共,不止老共 就是警察去問啊 也有些人口疏就說了 你問到就說你聽了 我看你沒什麼的 不過見一下那些人而已 探望那些人 那你就會多了利線索 你要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知道不要說 不知道不要問 知道不要說就是那些名嘴 因為我見有些人都是很豐富地說 同事師如何如何如何 這兩年的一句都不要說 因為你不知道會給他帶了什麼訊息 或者帶了什麼線索 你不說是沒有死的 我也有說我16年前跟他搞網台 這些沒有任何線索 可以了,近年他做的事情 任何人知道他近年做過什麼 任何事情沒事的 你覺得沒事就不要說 沒事有事都不要說 免得提供任何線索 這個我特別提醒大家 清楚了嗎 其實這個是常識而已 不過很多人連這個常識都沒有 西藏流亡首長 這個叫做諾桑森格 這個是美國人 在印度出生 即是藏二代 服務在達南沙拉 在印度流亡政府的一個官員 他首度訪問白宮 熬度很大 不是熬度很大 有些人就很強烈地說 這個六十年來首次 這樣 竟然在做直播 有人問我某 某名嘴說 很大件事 我一聽就不大件事 不緊張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你見一個首長 是流亡政府 等於見羅冠聰一樣 流亡政府的代表 這樣 有亂用嗎 他還是一個叫做助理國務卿 這個助理國務卿 這個助理國務卿叫做 戴卓司 叫做譯做 白宮特別 委派他做協調院 西藏問題協調院 委派一個這樣的人 當然有人處理這些事情 協調員 而且他是國務院的官員 應該是常任的官員 次卿 助理國務卿 助理國務卿 那 於是他去 就在白宮見他 因為白宮委員做協調院 所以在白宮見 很好心 特朗普你走 似乎都走 機會大了 你走不走路 趁這段時間 這兩個月 越早越好 快點鋪紅地 你叫達賴喇嘛 我希望他有這個醒覺 留一些政治遺產給自己好 四年後從來好 或者留給蓬佩奧好 大膽一點 你做得有權做 那麼敏感 怎麼引你戰爭 怎麼迫害西藏 你知不知道 這個大嘴巴 是三十年來 這麼多任總統 沒有見過達賴喇嘛 唯一一個總統 你還說歷史性 六十年政府首長訪問 你在藏人的意識裏面 西藏人 他們是正教的一 他們一直很崇拜那個 就叫做 達賴喇嘛 他們是崇拜人的 就像我們中國人一樣 總是習近平 習近平什麼都習近平 特朗普 特朗普 個個都說特朗普 什麼都說特朗普 你不分析複雜一些關係等等 你 你 重要性 你的正教重要性 當然是見達賴喇嘛 重要 是不是 他都是因為 見過你 看看 都二十 三十年 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達賴喇嘛 應該是七九年的時候 是 那麼 1991年 老布殊見他 是 見了一次 就是 跟著下台 因為 黑林頓 見過五次 為什麼我這麼肯 因為印象裡面 他公開說 叫江澤民 你見一下達賴喇嘛 這個人很有趣 你很喜歡跟他朋友 他見過 因為 這個人很好玩 你看他的視頻 這個人挺有趣 達賴喇嘛 有宗教哲學 有神力 他可以 一定可以看到 哪個轉世 他認證 他講過 這個人 已經很老了 你不見他 未必有機會見 黑林頓 見了五次 跟著到小布殊 黑林頓八年 小布殊八年 都是見了五次 二零零零七 二零零一零三零零零七 都見過 你不要理他什麼 剛好見了 在讀書 即是實見了 在白宮 總之不在白宮 見也好 他是見過 那一見 你對西藏人的鼓舞很大 即是我們見到 副總統見到 詹敏麗 見到李柱銘 見到陳康一新 當然是很大力 老共很生氣 但這些是重要的 這個訊息是重要的 香港人說很支持我們 見到我們的頭顏人物 代表性人物 所以你說現在 當然是在美國 見到員工移動 見到美國在流亡的人 即是這麼多人走去美國 代表性人物 所以 以示撐香港 對不對 跟著趙立堅 即是外交部 國務院發言人 中國國務院發言人 趙立堅 說國安涉害症 破壞穩定 政治操弄 即是落雙心格 其實他應該開心 因為川普 rene保重 這個特朗普 技術 現在我們只會對 再对上30年前再对上已经是Kennedy的时候 Kennedy肯尼迪 Kennedy见过达拉拉玛之后 福特接Lixon没见过 Jimmy Carter没见过 朗劳列根没见过 两党都没见过 所以见多重要 重新开拓 如果拜登不见他就要杀他 你不要留个政治遗产给拜登 不是啊 财你不见 拜登上场就见一见 他就全都变了 你现在见了他 你这个烂鬼快走的总统 你见鬼了你吹什么 然后拜登不见他他就大劲 他就大劲了 他来说就被人骂了 说他扣头了 不敢见了 所以这个乐桑 心格呢 都老公来说就是完全 湿湿碎 当然你说他是政府首长 第一次承认这个政府首长 现在他又说承认这个 临时政府吗 虽然他是应邀正式访问 这件事就是历史性的壮举 你都可以说是首创的 因为那个流亡政府 因为他不承认 流亡政府就没有承认过 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呢 这个流亡政府呢 他就当是见宗教领袖 特朗普又见过教宗了 早两年 所以 你是不是应该见了 我鼓励他而已 在走前做一件勇敢一点的事 大一点的事 还有在走前 不可以制裁几百个香港的官员 签了 因为他是跟法例 拜登不能够收回的 你如果决定制裁 因为跟人权法 是法例安排了 而你跟你的情报 就可以制裁了 侵害香港人权的人 现在是这样抓人吗 又抓杰斯 做到这样了 又困了黄之锋 你就出他声明就算了 去国务院做什么亲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大刺发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还有两个月 我当他有连任 更加有点魄力 要显示我有连任的自信 是不是 最近的消息当然了 我跟你听 跟这个他连不连任暂时没关系 因为他叫行政总署开始准备交接 跟他的官司完全没关系 不过呢 甚至我有点算是这样 风度两度负责 但是呢 他的官司赢不赢呢 我们还要看 是不是呢 还能不能拖 那也不久 十天八天 大家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很多人一路由六合以来 看新闻情是看一边的 一面倒 All in 特朗普 自己慢慢拖 那我不算 对他住了 我支持他 到现在我都觉得他还有机会的 但是他很多事他要搞定 包括共和党的人支持他 背后 是不是 他才有机会 因为共和党的人各个考虑不同的嘛 他有没有能力 团结共和党一次撑他 一次撑他选他做总统嘛 要在众议院是不是 拖到官司 官司那些官是不是撑他呢 都是没知的 虽然他是保守的官 那法例上 法理上有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呢 那就看他的律师行不行 是不是 那你去找朱利安尼 30年没打官司的 那 撿一筆啦 1万多元日 美金 好了 这个就是大约的情况就说如此 这个 有没有什么启示呢 就是走去见这个 达赖喇嘛 西藏流亡政府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他是 不停有些西藏人流亡 走了出来 因为你西藏走过去印度 在山里走过 你不要阻止他 你不看香港人要离开 是很麻烦的 香港人都走了这么多了 然后他去到那里 就继续了个流亡政府 是很值得 很值得承认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民主 选举产生 达赖喇嘛 讲过的 他再巡回也好 再轮回也好 他说轮回不是西藏的首领 不是宗教女藏 再不是首领 是应该民主 选举产生 他是接受了两制 所以流亡政府 回到西藏都是要选举的 这个是绝招来的 在西方世界这个绝招 因为你是民主制度 产生政府了 再不是一个 神的形式 一个神权的首领 别人不是民主 我承认共产党 承认一个神的 中东那些尤长 或者那些 伊斯兰教那些 政教一 没有分别的 伊朗也是神权 超过了民主的权力 所以有这些东西 西方承认你是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他是全民主产生 当然他民主产生 只是那40万人 但是他认为 如果日后回去西藏 将这个制度带回去 现在达拉拉玛 不要经常说他是分离主义 他是唯一承认了 这个认识以后 他是承认了一个两制 希望一个两制之下 他就做一个精神领袖就算了 整个政治的权力 他再不是政教一 不是政府首长 以后的达拉拉玛 转世都不会了 是走民主化了 西藏 这东西完全吸引到西方 对他的支持 香港人是不是英语 不用学了 香港人一向都赞成 我们没有什么神 也没有人敢做神 有个死人肯都可以 做肯神都可以 对香港人有什么启示 说到底 就是补充一下 其实香港人应该试试组织出去 香港人出去起码移民 几十万 几十万人 起码我认识那些亲戚朋友 还关心香港的 或者他还是香港人 他有权回香港 但是问题呢 几十万人 而且将来 未来的一两年 几年 我估计移民潮出现 又多几十万人 香港人移民各地 就好像中国人 上一代移民 走出去全世界一样 这么普遍 这些人是不是应该团结他呢 团结他的时候 流亡了在外面的政治人物 是不是应该开始学下 大利拉玛的组织 一个组织 一个流亡政府呢 类似流亡政府的组织呢 你记得早阵 英国的外相干什么 不是有单新闻而已 不是 他传说 罗冠聪组织流亡政府 哇 老共 立即发疯了 他发疯了 就证明那件事 他害怕 敏感 结社自由 是不是 当然了 你不是组织流亡政府 组织同乡会 不过有政府作用的同乡会类似 有代表性的人物 行民主选举真的正正经经做的 这样呢 对香港人是一件 就是留香港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还有我们有途径嘛 是不是 你逼我走吗 我出去继续 这样我就成为流亡政府的宣传部长 都可以做 就是继续跟你死过 是不是 有些什么 有些依靠 香港人出去又有人帮 这个 这个是 好过每个做政治明星 流亡明星 你记得 顺便说一说 我们本来 就是中国本来很多流亡的人出去 魏京生 黄丹 黄毅 那些流亡 散在各个的 你会发觉 去了台湾 吴耀威那些 在台湾落職 为什么他们不组织起来呢 就是组织起来流亡 就是 中国人出去受贡 共产党迫害呢 没有的 因为其实你如果看白邦瑞那本书 2049 马里松 美国其实有个秘密政策老布殊整落的 就是民主党整落 就是不要支持这些流亡的人 去组织起来 那变成了他们没有人支持 就是CIA不会支持 叫CIA不要支持他们 所以他只是给个人道上 就是政治流亡难民就给你 但是要个条件你不要搞事 当天收了一个方式 都叫他不要骂老公 不过方议之一出来就骂老布殊 说他向中共叩头 那是骂得对的 绝对骂得对的 搞到那个大使 你看看那个李建明的回忆六 他很不高兴 但是问题就是 人家真的觉得 你美国 你只是 收留我找份工给我就算了 我们做美国公民 还要工作的 要纳税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欠你什么 不过你美国佬那么威力 竟然是对 没有实质的帮助 对中国的民主 现在根据Peter Rado 这帮中国 我醒觉了中国的问题专家 现在觉得 美国的政策对话是错的 没有辅助这些流亡的民运人士 将来希望他会改变 其实是正在改变的 以往的做法 就是熊猫派 现在不行了 因为鹰派 如果换了政府 我真的很期望 继续那个鹰派的做法 现在流传在拜登这几年里 他一不跟 其实他一不跟 几年很快就过了 他啦 民主党都会很大压力 迫到他不能够不跟 是不是 我们希望反而是这样 实际一点 不要再在这里崇拜 特朗普 他做不做都不知道 他做不成 难道我们就停工 停四年 你停工啦 我不停的 我依然是可行的情况之下 可评论则评论 可冲作则工作 大家就如自己的能力 做得什么就做 千万不要在这里 哭